这根带有380幅高压的法杖 瞬间抽走男人的全部能量 随后取下了他手上的魔法戒指 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复活封印千年的邪恶女巫 女巫一旦成功被释放 人类随时都会成为魔法的奴隶 此时的凯奇和男孩也找到这里 凯奇进门就中了小胡子的地毯陷阱 身体开始慢慢被地毯吞噬 好在凯奇凭借铁链 在魔法的助力下 成功摆脱了陷阱 而男孩这边为了就被骑 已经把套娃和龙戒全都交给了小胡子 这下小胡子聚齐了所有释放女巫的条件 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更加凶险 男孩失去了戒指 也无法再使用魔法 凯奇准备独自前去解决女巫 潇洒地骑着钢铁巨鹰消失在城市上空 男孩也是跟着着急却无能为力 男孩回忆起凯奇曾经告诉过他 雷电可以干扰魔法 利用科学也可以制造出雷电 就在他准备道具时 凯奇也追上了小胡子 但女巫已经成功释放出来 并利用火焰在高楼上制造出一个魔法阵 随后开始念着咒语 召唤世界各地沉睡的亡魂 这些亡魂被唤醒后 人类将面临一场浩劫 凯奇想要打断女巫施法 却被小胡子唤醒的童牛撞伤 危机时刻男孩终于赶到 并利用自己打造的雷电战车 干扰了小胡子的魔法 凯奇也召唤来了钢铁巨鹰 成功带走了童牛 而贝奇这边也没闲着 爬到楼顶掉转的信号传输器 破坏了女巫的魔法阵 女巫也被自己的魔法阵反噬 凯奇趁机吸走女巫身上的灵魂 随后清醒过来 然而女巫的力量太过强大 很快就挣脱了凯奇的控制 反手就是一个邪恶波 关键时刻还是男孩觉醒了体内的能量 释放魔法盾挡住了女巫的攻击 凯奇被这一幕彻底的惊呆 甚至在她的身上看到了 至尊法师梅林的影子 随后女巫越加嚣张 一个电球接着一个电球 疯狂的攻击打倒了凯奇两人 而此时的男孩双手蓄立了两个魔法球 准备发动最后一击 却不料她的魔法攻击 对女巫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但女巫不知道的是 男孩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她 而是她身后上万伏特的鞭压器 她趁女巫不注意 用魔法控制着高压电线和路灯进行链接 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特斯拉电圈 瞬间整个城市的电量 全部集中在了女巫身上 女巫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 被强大的电流控制住 男孩趁机将女巫彻底地消灭在魔法球中 危机解除后 凯奇也终于跟阔别千年的爱人再次相拥 男孩也成功获得了女神的芳心 这是凯奇2015年收官之作 也是堪比哈利波特的科幻剧作 喜欢的欢迎点赞评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